演繹《雪岳傳傳》 各位,上次看《林出征》的前一日,高中皇帝照著自己的記憶,親手畫了五幅畫像。 畫著大王尖刊,二王拉刊,三王踏刊,四王金日術,五王札利。 他就叫了岳飛上金殿,給這些人像去看。 岳外興,這五幅人像,就是金國老郎主阿骨打的五個兒子。 他們也是攻打中原的五元猛將。 將來你見到這幾個人,千萬不要放過。 將軍明天出征,但願祈開得勝,馬到攻城。 早日平息外環,迎請二帝回朝。 孤的江山,就擔在你身上。 高中講完,敬禦酒三杯。 岳飛接個禦酒,祭天祭地,謝元恩。 和湯懷牛高的幾兄弟,就翻回元帥府了。 翌日,中澤張所在教軍場點兵過卯。 中澤拿起金皮大領就說, 善奉官,岳飛聽令。 沒將在。 本帥命令,帶八八兒郎立即起兵, 阻擊金兵。 沒將遵令。 山東哲道士留意聽令。 本帥命令三千人為第二路,急速出兵。 本帥領大軍隨後就到。 遵令。 岳飛手舉大領就說了。 起兵!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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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聲炮響。 八八征兵,人歡馬約離開了教軍場。 走了沒多遠。 戰太師李剛帶著張寶就來到馬前。 哦? 岳飛馬馬馬就問了。 老太師到此有何事呢? 啊! 我要送一個人給你。 來! 這個張寶是我府中的家長。 他手力過人,可以舉起千斤蟲。 他不止力大,還是飛無腿。 另外啊,他還去過金國,會說女真話。 現在老夫我年紀大了。 留他在我身邊就浪費了他。 英雄無用武之地。 你帶他在軍中, 包補是你的左右手。 這時張寶就跪在馬前。 岳將軍,我願幫你牽馬罪登。 港元就伸手拿著岳飛的那條馬僵城。 所謂馬登呢, 就是掛在馬鞍兩邊的東西, 是被騎馬的人放腳用的。 再說岳飛聽了張寶說完, 就哈哈大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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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那就委屈你了。 好了,岳飛前有張寶, 左邊牛糕,右邊吉青, 率領八百雁,靈軍就離開京城。 出城武基院, 岳飛就派出遠探、近探、流星探, 探聽金營的消息。 這一日, 隊伍走走走就忽然停下, 有遠探來報。 看見先鋒, 金國大王尖看大軍十萬, 來這裏五十里路, 他的前鋒三千人馬, 來我們這裏只有三十里路, 請先鋒大人定奪。 岳飛就問, 金兵的先鋒官是誰? 大元帥金牙斧, 二元帥銀牙斧。 好, 再探再報。 是! 牛高這時就插嘴說, 大哥, 我們還是快點走回頭吧。 為什麼? 人家十萬兵, 我們八百人, 人家上中一百幾十個, 我們連你才九個那麼大把, 敵中我吧? 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走吧, 翻櫃啦! 岳飛就掘了他一眼, 大膽牛高! 你想林鎮逃脫, 擾亂軍心? 軍法無情的! 嘻嘻嘻! 牛高見到岳飛禮真的! 嘻嘻嘻! 大哥大哥! 有怪莫怪, 就當我和尚仔念經, 有口無心咯! 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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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大哥嘴都不適合, 幾多話?每天二十個人? 大哥,你開玩笑找別人, 要我二十個人去打三千人, 就正式是大肚婆行鋼線,挺而走險。 賢弟,你不用怕, 這仗是不讓你打贏的, 只准輸,不准勝, 到時你們見到面, 你不斷打幾個回合就退回上山, 這樣就當你立功了。 這樣啊?有這麼不順的東西? 這樣就有得談了,有得談了。 好,按令行事, 立即出戰,打領! 馬上有二十個硬寧軍跟著牛膏後面, 牛膏馬上加邊, 戰馬如飛,一條氣又爆出二十幾里路。 跑下跑下, 牛膏才醒起, 咦?我還有二十個跟班的。 咦? 他拿著戰馬, 轉頭看看, 嘿嘿, 鬼影都沒有,跟著尾。 那群臭鬼, 這麼粗糯的。 好吧,好吧, 那我就等下了。 等了一段時間, 那二十個兵丁就突然追到來了。 唉, 陰功了, 跑到他們各個身水於身汗, 索行大氣, 隔夜風露出得著。 唉, 牛, 牛將軍啊, 我們兩隻腳而已, 哪裏夠你四隻腳跑啊? 咦? 咦? 我忘記了, 我隻馬多你們兩隻腳的。 哈哈哈哈哈哈。 講講一下, 又走了沒多遠, 聽見對面的金兵來了。 嘩! 奇翻招展, 浩大飄揚, 馬上報下, 浩浩蕩蕩。 他們站定了, 牛哥就對手下的人說了, 喏, 我去跟金兵交戰, 如果見到我打輸了, 你們就自己執生了, 田雞過河, 各樣各。 嘩, 牛將軍啊, 林鎮逃跑要殺頭的啊, 岳爺不給酒的。 嘻嘻, 你們憂什麼啊? 憂緊這條褲啦。 我大哥全靈啊, 只准敗不准勝, 打敗了我反而有功的嘛。 什麼啊? 那…… 那好啊, 那好啊, 我們幫你土地轎陣。 那二十個兵士就對著金兵那頭一齊大聲叫了, 金營聽著, 天兵到了, 出來受死。 那對面的兵呢, 是大王沾漢的兩個上將金牙斧和銀牙斧帶來的三千人馬。 他們剛剛在路邊的樹林裡優緊識血腳的。 本來他們就是馮山開路, 御水踏橋等大王沾漢的十萬人馬來到就一起推進。 有時候有金兵報告, 說對面來了宋朝兵獎。 什麼啊? 來了敵人? 沒有什麼動靜的。 只因大隊人馬一定有很多聲氣的。 金牙斧、銀牙斧兩元上將當然不為意。 站出來路邊看看。 我看了幾下了。 真是單眼看老婆了, 一眼看光。 對方一個黑炭頭, 帶著二十個兵兵在那裡衣牙斧撒土地叫陣。 有沒有搞錯啊? 我三千人馬一人一刀口水都浸死他們了。 還想開兵見陣? 真是壽星公吊頸, 嚴命長啊! 於是, 金牙斧大刀一揮。 三千金兵, 史莉莎拉衝光出來在路邊排好隊伍, 各擺賭槍。 金牙斧上馬提刀, 去到牛高的對面, 拿刀一指就說了, 宋長省慎明遂, 報明受水。 牛高再說, 嘚嘚嘚, 你吃了大疙蒜頭啊? 那麽對的吭气? 我們也未能動手, 你要只清楚我要死你又踏嘴。 你們座 truc幾個! 我是金國大王、 瞻看守架的元碎金牙斧! 喂、喂, 你說話溫柔等的, 優оль他的膽, 人家只是一大聲而已, 我心生就是驟驟跳, 你是哪人? 我姓祖,明宗 哦,原来是祖宗 对了,叫得好 今晚忽想想,好像哪里不妥 客探头,你来这儿干什么 还有干什么 就来送你去盐罗黄树买咸鸭蛋 说多谢,契弟 牛糕话口未完 两支铁鸡就照着金牙斑头壳顶 看头啊 金牙斑立刻举大刀一架 当声隔开双鸡 刚刚想摆刀斩牛糕 怎么知道牛糕双鸡又到了 发出金牙斑耳朵的树 还大叫一声 滑耳朵啊 来得急啊 金牙斑缩顶床头避开了 牛糕单手一鸡 又吹过来 拆眼睛 两马一错摸 牛糕又离手一鸡 数个鸡 这四小孩来得快如闪电 都不到人家想想的 不过金牙斑也不是说 假斗之人 避过了三下 第四下就避立了少少 头盔都啪声 被斩了半截去 吓得他死死下了 拿着箭马摸摸摸头壳 还在这儿 刚牛糕一抱拳就说 呼呼呼 等着见啦 抹马就走了 激到金牙斑就砰砰声了 黑探头你不要走 跟着拍马就追 他的兄弟银牙斑就想了 啊 我送进都没有打败到 怎么会跌坑呢 难道有古话 连望就叫了 阿哥 不要追啊 不要追啊 金牙斑就哪里听得入耳啊 死死追着不放 银牙斑就怕自己是哥上当的 一举象八蛇骂就说 帝兄们 追 三千日就随后杀到 牛糕一跌坑 他那二十名眼灵兵 早就手急眼快 眼慢输了 呼呼呼 声入了树林 有些就捐那些山间小道 有些在路两边山了水 全部躲起身了 金兵就顺着条山路长驱直入 这么大队人马 也都不会为了几个宋军而停下搜查的 再过那个牛糕 骑着马 跑了十五六里路 还没撕掉那个金牙斑 两个人的距离始终都是差不多 相隔半里路 哎呦 牛糕的杂杂声冷汗直飙 心想 这人我撞大班啊 大哥啊 你当我礼物送给人啊 这班人如果捉到我呢 不斩开那十八户就假了 他东看看西望望 快点有人来接应了 结果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前面就是一座高山 牛糕就想了 哎呦 别搞了 我不如上山啦 这座山就叫做八盆山 山势相当险要 就二手难攻的 岳飞知道自己带的八百兵士 和金国的十万大军开兵建仗 众寡元殊 就只能够自取不可力敌 固扯将八百岸灵军 埋伏在这个山的四周围 准备来出奇不异 攻其无辟 果然被牛哥引了那些金兵金将来 好了 等到他们进了包围圈 咚 杀啦 杀啦 跟着豪炮连天杀声四起 过了那些金兵仙头一尾挂着追 呜 乌尔尔尔都不知道宋兵有多少人马 吓到即时就乱了阵脚 那时岳飞一马当先就冲下山坡 牛姑见到大哥来 当堂有精神 调转码头和金牙佛站在一起 银牙佛和岳飞马打到头 大声说 宋长报名受死 岳飞就说 我是宋朝征不言衰 前部正印先锋官岳飞岳鹏举 你是何人啊 我是金国二言衰 银牙佛 岳飞 看枪 银牙佛一摆杖八蛇毛 分心就刺 岳飞淡淡定定 看着枪尖来自己前空得几寸远 银牙佛变不到招 银牙佛把自己的力传神枪一摆 用足力手一摆 将将八蛇毛枪一摆在下面 大枪的闪电一样直插银牙佛的肚腩 银牙佛见到不妥了 想说闪身的 银牙佛从肚腩之间摆进去 鸭嘴型的枪头 整个手掌那么阔 摆进去还有命 还未止是这样 岳飞两个手一摆 落马 将银牙佛的死尸挑在马下 打个照面 银牙佛就是这样了 金牙佛听见自己兄弟惨叫一声 整个人打了个冷震 就在那时 牛股的奔铁箭就到了 双箭挂动风声 咐 照着银牙佛的头壳顶 突然啪 啪 整个头壳就开了花 那些老将就知道四周围都是 整条死尸踏了落地 咦 那只箭马落荒逃走 射无头不行 尿无亦不飞 金牙佛和银牙佛两个元帅死了 那些金兵都乱了大龙 喲哗 鬼叫 帝兄们啊 那些宋章好势力啊 快点跌啊 快点跌坑啊 哼 跌到去哪儿了 前后的路都塞住了 岳飞身先是卒 日马当先冲入金兵队伍 吹动手中大枪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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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兵三千人,死傷兩千多,僥倖撿命的就沒有鞋拉劇走。 雁靈軍還想追殺的,岳飛就明金收兵,他說,窮購莫追,留幾個生的和尖漢送信。 那些大難不死的金兵,雞腳頭也不頭,跌回去和尖漢送信。 八盆山一戰,大獲全勝,岳靈軍歡呼跳躍,在撿勝利品,將金兵丟下的鑼鼓帳篷,唱刀器械,糧食馬匹,運回元帥大型。 岳飛率領兵馬就乘勝前進,隊伍浩浩蕩蕩在走,咦?忽然前面有很多高山,山聯起伏,樹木參天,懸崖峭壁,怪石橫臥。 越走前,山越多,這條大路是在兩山的中間,又有滑滑滑的流水聲,岳飛就拿著戰馬全令,隊伍停得休息。 跟著他就帶著張寶看地營,在四周圍轉了幾圈,看完地勢他就問, 這裏是什麽地方啊?兵丁就報了,這裏是青龍山,荒原幾十里是沒有人家的。 嗯,岳飛就叫了牛高敵幾兄弟過來,他說,我們殺了金國兩個元帥, 尖汗就一定要報仇,敵兵十萬,我們才八百人。 不是說打仗,就算他們站著任我們斬,我們都會累死。 所以馮強就必須自取。 先頭,我看過這座青龍山,衣山靠水,難攻二守。 我軍就埋伏在這處,我們這八百岩寧軍,一定可以破到金國的十萬人馬。 張顯就說,大哥啊,這條妙計真是好,不過不知怎麽破法呢? 嗯,我就在青龍山那裡擺個口袋鎮,一定要尖看全軍覆沒。 牛哥一聽就包頂頸了,喂喂,大哥啊,我就知道有一致長蛇鎮, 二龍出水鎮,三財鎮,四門鎮,十面賣福鎮,未曾聽說有個口袋鎮的。 各位,岳飛這個口袋鎮又是怎樣的呢? 欲知後事如何,扯聽後,分解。 本小說連播,反正在一起。